清明扫墓脚步渐进 县内山坡草地 尤其是公墓火井日益频传 造成空污并增加社会成本 也危及扫墓民众安全 县长许淑华在县务会议中 特别指示消防等局处 加强协调各乡镇事工所 墓地除草作业落实移除 避免引发火井 清明节的这个前夕 大家都开始在进行扫墓 那相对的我们也发现 最近这个火灾的 这个通报率也特别的高 那尤其是在墓园的部分 那当然这些会有一些的是 也有部分是人为引起的 那有部分是因为可能在这个 目前我们消防局这边也回报 有一些是在现场除完草之后 各个公所除完草 可能没有立即的 把这些的杂草来牵动 可能会导致 如果民众一般过去 在烧精子的这个习惯呢 可能不慎就会引起 这样的一个火灾 我们最近会看到 火灾的这个频率比较高 那我们消防车队出勤的 机率也很高 那这个相对的 在整个的一个成本 还有包括呢 对很多的民众的安全呢 都会产生一些的疑虑 所以我今天也特别 请我们的消防局 未来呢 我们一定要加强 跟公所的互动 尤其呢 每一个公所在这个 等于是在扫墓期间呢 都会有些除草的一个设计 那在除完草之后 能不能快速的把这些的草 能够移除 不要产生这个火灾 这个是要跟公所 要做紧密的一个结合 另外 许县长也指示 引进无人机等利器 加入墓地方火巡逻 强化预防 以及火灾普救作为 另外呢 我们也希望透过 现在更加科技化的 一些的方式 比方说 透过无人机 能够在这个除草阶段 还有在这个 如果发生火灾的时候呢 在我们几个的 这个公墓的部分呢 来做加强的一个 这个巡视 除了由这个巡墓园 还有包括呢 搭配这些无人机的 这样的一个设备呢 我相信呢 应该可以把 这个火灾的次数 可以来减少 降低 那么维护民众的安全 那么也对我们的空气环境呢 都能够有比较好的 这个影响 县府消防局表示 将持续加强宣导 提醒民众 扫墓时 务必注意用火 焚烧过的东西 要扑灭余境再离开 避免雨火蔓延 减少火灾发生 也将扩大普及 各分队消防主力车前 装设摄影机 并将影像 同步传输灾害应变中心 及时掌握灾情 记者商千福 南投市采访报道